有调查显示大约七成的业主认为目前公楼无太大压力 按揭业界预计拆息短期会再回落 业主公楼压力有望着一步舒缓 有按揭业界在月初访问670名市民 近七成四已经置业 当中大约七成的业主说公楼无感到大压力 反映业主的财政状况仍然相对健康 经济未对楼市造成太大冲击 问到来年的置业部署 已经置业的受访者中 大约六成的说会静观其变 或者先按兵不动 另外也有近三成的业主说 考虑再置业或者换楼 半港银行同业拆息中 短息跌但长息升 当中拆息挂勾案揭 即是H案主要指标一个月拆息 轻微回落到0.27厘水平 有案揭界人士认为 虽然本港经济前景未明 但拆息短期有机会再回落 市民供楼压力有望舒缓 他又预计若果春年疫苗能成功推出 下半年楼价会加快上升 全年最多升半成 无线电视李希同报道